下面把视线转向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歌风会议星期三在北京举行 友会国家表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反恐以及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等议题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星期三在北京主持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第八次会议 并且同俄罗斯总理普京共同主持了有关的会谈 这个区域性的组织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温家宝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表示相信这次会议能够获得成功 他说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将取得积极成果达到预期目标 分析人士认为莫斯科和北京把这个区域安全组织看作是对美国 在能源丰富的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一种抗衡 在这次会议举行的前一天 俄罗斯总理普京对华盛顿发出了含蓄的警告说 俄中联盟会对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影响力加以限制 在会议的间隙 俄罗斯和中国已经签署了价值35亿美元的能源协议 普京还将同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富汗 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官员举行短暂的会晤 在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国正在考虑 如果伊朗不坦白交代其核项目是否对其施加严厉的新制裁的同时 普京将与伊朗第一副总统拉西米举行会谈 俄罗斯和中国一直抵制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更加严格制裁的压力 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会议星期四将继续举行一系列的双边会议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